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开启梦想的新乐章 有一部电影叫做梦想新乐章 它是真人真事改变的故事 内容描述一个从小活在 父亲暴力阴影恐惧下的男孩巴特 他如何在音乐中找到疗愈的力量 在绝望中找到真实的依靠 以及面对破碎的父子关系中 巴特敞开心胸宽恕父亲 因为爱和信仰 父子彼此重新和好的奇迹 电影男主角巴特 因着长期在家暴的环境中成长 再次父亲又粗暴地 用餐盘打在他头上时 不仅盘子碎片散落满地 巴特的心也完全地破碎了 巴特心想 为什么我要忍受这些呢 为什么要遭受这些残忍的对待呢 于是巴特背起行囊 远走他乡 离开这个充满痛苦和黑暗的生活 踏上追寻梦想的音乐道路 他跟着乐团巴士到处流浪和巡回表演 在音乐创作过程中 也有许多的艰辛 许多挫折 并不是想象中的顺利美好 有一次巴特在返回老家时 感觉父亲的态度变得亲切 耻想 让他一时无法适应 甚至拒绝原谅父亲过去的种种伤害 直到巴特有一天 无意中发现 父亲的医院检查报告 竟然是癌症末期了 他想起了小时候 参加教会夏令营的感动 还有过去那些给他勇气和信心的诗歌 于是他决定放下伤痛仇恨 真心地原谅他的父亲 并且陪伴父亲走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一起修吉普策 一起去看风景 一起上教堂等等 后来巴特将自己的生命故事 以及和父亲的关系 因着信仰如何真实地改变等等 写成了一首励志歌曲 叫做I Can Only Imagine 这首福音歌曲 不但成为美国广播电台 最热门点播的歌曲 也带给无数人安慰和力量 甚至奥克拉荷马州的州议会 还决议将这首动人的歌曲 定为官方最激励人心的州歌 这些州议员表示 期盼在现今动荡的时局中 用这首歌鼓励世人 终究要抱持希望 追求梦想 莫忘初衷 亲爱的朋友 从这部电影中 我们看到了冷漠刚硬的人 也可以变得柔软谦卑 而一个伤痕累累的人 可以找到医治心灵的解药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是上帝爱的大能 为什么充满暴力的父亲 后来心变得柔乱 甚至愿意开始改变呢 原来在儿子巴特 离家的那段时间 他也开始听广播的诗歌 和牧师的讲道 虽然他还是人有许多的不明白 但他却开始向上帝祷告 希望有一天离家的儿子 能够在他过世前 能够回来 还能修复关系的机会 结果儿子真的回来了 而且上帝也赐下 彼此相爱和好的奇迹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 亲爱的朋友 不管过去你曾经遭受过什么伤害 或是现在你仍在许多的困难环境中 今天上帝要赐给你全新的盼望 祂是为你开道路的神 上帝能够修复一切的关系 赐下爱与和睦 祝福你 在上帝的手中 你的人生将是焕蓝一新 是光明灿烂的人生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